Hello大家好,严丑者七夕就要来了 由衷的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已经找到了另一半 若是没有,也不必担心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双人 特别是情侣一起玩的游戏 单身汉们可以尝试着邀请异中人 说不定玩着玩着就成了呢 再不计跟机游一起玩也是极好的 同时本期推荐的游戏部分支持线上联机 让由于各种因素而异定量的朋友 也能享受到一起游玩的乐趣 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开始吧 第一款,之之大冒险 由国内Next Studios工作室开发 Bilibili代理的双人合作闯关游戏 于2020年7月2日上架国航Switch 大家对Next Studios应该不会感恩陌生 死神来了,一岸追身,彩虹坠入 都是他们的作品 之之大冒险的操作非常简单 通关整个游戏只需要用到两只脚 即使是抓取这个工作 也是通过把脚伸过去停住不动实现的 但也正是这两只脚让无数人烦恼还童 重新开始攀山学步 而当你学会走路以为可以踏遍天涯海角的时候 游戏又出现了需要双人交替 轮流下脚才能前进的道路 你回过头看见你的同伴正歪歪扭扭的朝你走来 你只能感叹一句,任重道远啊 整个游戏过程充满了欢声笑语 也需要两人充分沟通交流 一个人快走完了 另一个人下错脚 导致双双掉落的场景可能会反复出现 虽然流程较短 但关卡设计巧妙 每公克一个地方都会让人充满喜悦 赞美同伴 通关后还可以挑战更高难度 更加要求配合的AB官 实乃双人游戏佳作 第二款胡闹厨房系列 大名鼎鼎的分手游戏之一 玩家们将扮演厨师 在千奇百怪的厨房里明确分工 齐心协力的完成客人们的一个个订单 游戏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玩家亲力亲为 他考上了清华 你考上了北大 我考上了低瓜 而不,是他负责备菜 你负责烹饪 我负责垃圾 而不断减少的济食 也在暗示着玩家们忙起来 再加上厨房里的各种机关障碍 整个过程就容易出错 随之而来的 除了游戏中煮胡闹的画面表现 还有屏幕外的欢声笑语 当然也可能是背锅指责 胡闹厨房目前已经推出了一代和二代 而官方推出的合集胡闹厨房全都好吃 不仅包含了一二代本体内容 还收录了所有DLC内容 是目前最为完整的版本 胡闹厨房一不支持线上联机 没有中文 胡闹厨房二有中文支持线上联机 而胡闹厨房全都好吃 不仅有一代内容的中文 还支持跨平台联机 第三款 你剪我剪斯尼帕 本作是任天堂的首发护航游戏 是老任为Switch特别制作的一款 双人合作解谜游戏 在Switch的宣发初期曾被老任重点宣传 游戏在2017年11月10日推出了DLC 同时老任还推出了含有DLC的同捆版实体卡带 名称就叫做你剪我剪Sleeper Plus 这是一款画风可爱的解谜过关游戏 玩家将扮演憨蒙的纸片人 通过互相裁剪的方式来完成一关关的挑战 游戏创意十足 没有绝对的过关思路 只要脑洞够大便有无限种可能 整体难度不算高 游玩过程轻松有趣 不去完成任务目标 而是搞怪的裁剪同班的身体 或许也是一种乐趣 除了含有双人游玩的世界模式之外 还有支持最多四人的派对 对战和盖章模式 同样适合朋友聚会或是家庭游玩 第四款 毛线小精灵2 毛线小精灵的出的作品 在Switch发售前就已经登陆了诸多平台 随后在两年的时间内就推出了二代 可见这款游戏的优秀质量与受欢迎的程度了 相比于初代 毛线小精灵2不仅改善了画面表现和操作手感 还增加了双人合作游玩模式 在双人模式下 毛线这一核心内容在精心设计的关卡里 也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比如在游戏中 会出现一个玩家固定位置 另一个玩家利用身长的毛线进行摇摆位移的场景 通过这种操作 便能到达更高更远的地方 这不仅让我回想起了4399小游戏 双偷到宝 除了操作 毛线小精灵2的动画 音乐和剧情同样非常出色 整个地图从毛线小精灵的视角出发 展示了他们眼中的森林 城市 房间和工厂 再加上EA的高技术力 每个场景都独具美感 配合上恰到好处的音乐 玩家会在剧情的推进中充分感受到游戏作为第九艺术的魅力 游戏本身基本没有多少对话 都是通过动画和画面等形式来展现剧情 观察解密中也基本没有语言相关内容 所以虽然没有中文 但并不影响实际体验 第五款 艾波与欧波 虽然有着清新的画风 优美的音乐 但艾波与欧波这款双人跳跃解密游戏的难度并不低 在游戏中 世界被一根线分成上下两个重力截然相反的世界 两位玩家便需要充分利用这根线才能顺利通关 而如何利用这根线便成为了解密的重点 游戏中的敌人会同时存在于两个世界 一面非常强大 轻松就能将玩家杀死 另一面非常弱小 一触击碎 玩家们便需要时而在两个世界中分开活动 互相影响 时而在一个世界中通力合作 操作虽然简单 但观察解密设计巧妙 需要多试几次 如果自己暂时想不出过关的思路 那停下来听听音乐 看看风景 会发现操控的角色会呆萌的眨眨眼 再久一点还会放弃般的直接坐下 仿佛在跟另一位玩家说 交给你了 我休息一下 艾波与欧波整个游戏的设计 都是围绕双人合作展开的 可爱的画风也较为容易让女性朋友接受 还能在流程中展示你的高市上 第六款 星星回家 同样有着小清星的画风 星星回家长述了一颗坠落的星星 在小石头的帮助下 克服种种阻碍回到天空的故事 但与艾波与欧波不同的是 小星星和小石头具有各自独特的能力 两位玩家需要充分利用各自的特点相互合作 比如小星星可以让冰雪融化 或让植物生长 而小石头则可以让矿物快速产生 或是操纵石头机关 随着游戏进程的推进 还能解锁更多的能力 但相应的关卡也会变得更复杂 游戏的画面表现很好 即使把一个场景中 所有的植物和矿物都显示出来 也不会觉得画面杂乱 而各自的公圈 也不会让玩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整个过程没有怪物 也不会死亡 零基础玩家也不会有胡闹出发 那种可能遭遇的挫败感 整体流程较为轻松 游户的时候也很少会出现甩锅吵架的情况 配合游戏的画面和深邃的音乐 非常休闲治愈 看着他们一起牵手手的画面 还有什么理由不跟你的另一班一起玩呢 第七款 移形换位 一款沙雕风的模型游戏 两位红蓝主角可以随时变换大小身形 大身体可以在较深的池子里行动 小身体可以进出狭窄的场所 同时移动得更快 跳得更远 游戏的目的是收集闯关 在需要一定解密能力的同时 对默契度也有一定的要求 不过游戏的乐趣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于互坑 大身体的玩家可以将小身体的玩家扔出去 一个失误给人到陷阱里也是很合理的吧 或者队友过机关的时候 不小心打开了机关也是很正常的吧 与同伴斗智斗勇 甚至算是官方默许的一种乐趣 因为队友死后还会产生掉落物 主角的形象也十分具有喜感 不管是小身体还是大身体 其动作都十分Q弹 宽如果冬一般 大身体的杜兰还会一晃一晃的 配合上投掷队友的动作十分搞笑 总之这是一款与队友相爱相杀 充满了乐趣的模型游戏 在看久了之前治愈画风游戏的情况下 玩一玩移情换位换下口味也是非常合适的 第八款维度分割 游戏的两位主人公分别有着掌控热量和寒冷的能力 玩家需要操控他们一起合作 探秘不同的世界 解开各种谜题 并逐渐了解对方 游戏的特色便在于两人的世界完全不重合 同样的景色 机关也是截然不同的 一边是泉水细柔 另一边则是冰天雪地 一个能点燃灯笼升级机关 另一个则能昔月灯笼降下机关 同时游戏的剧情也十分有看点 由克里斯阿瓦隆设计 他此前曾参与过辐射2 辐射星维加斯 星球大战绝地 陨落的武士团等游戏的编剧 游戏创意十足 及时的冰火场景切换 让画面显得十分唯美 虽然手感不是那么的顺畅丝滑 但游戏中对跳跃的要求并不高 更多的还是合理利用两位主人公的能力 进行合作解密 一男一女 一兵一伙 双人合作 解密闯关 我懂了 这是森林冰火人plus版 第九款 骑士与单车 一款精致的手绘风动作冒险游戏 参与开发的成员包括 四只小优差的创意总监和配乐 小小大星球的艺术设计和编程 蜘蛛侠平行宇宙的作曲等 可谓是超级豪华阵容 在这样的阵容加持下 这款独立游戏的质量也足够出色 游戏从小孩子的视角出发 配合独特的画风 将各种天马行空的幻想具体呈现出来 在小孩子眼里 虚公园便足以成为一场冒险 各式的玩具也能成为奇怪的敌人或伙伴 大人习以为常的东西 却能是珍贵的宝藏 这种独特的视角 虽然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消失 但记忆却不会被抹去 这款游戏会激起你一望已久的童心 游戏讲述的小女孩 德美尔扎与新认识的小女孩 尼莎寻找宝藏的冒险故事 得神中需要两人通力合作 运用各自不同的技能来解决各种难题 德美尔扎还有一只宠物鹅 但嘎嘎船长可不是一只导弹鹅 只要给他吃东西 不仅能摸摸它 他还会成为冒险途中的好帮手 其获得的诸多奖项和Steam上的特别好评 都足以证明这款游戏值得一晚 觉得我们的游戏不好玩 就赔给你一千美元 该游戏的制作人的豪气发言 显示了对双人成行的自信 而玩过该游戏的玩家 也确实很难说这款游戏不好玩 双人成行讲述了陷入离婚危机的一对夫妇 被魔法的力量变成了玩偶 在寻找如何变回去的过程中 经历了一系列奇幻冒险 并逐渐理解对方 重归于好的故事 游戏的各种关卡玩法都是围绕双人合作这一核心所设计的 保证符合剧情的同时 又玩法多样 每一关都有新奇的体验 同时又要求双方配合 不断增加默契度 比如树叶枪和火柴枪 需要颗离先将树叶发射出去 粘在敌人身上 没才能利用火柴枪引爆树叶从而击败敌人 而枪的功能又不止于攻击敌人 还能用来开启关卡 创意满满 同时游戏中还穿插了许多小游戏和环境互动 在主线流程之外又多了一份乐趣 游戏整个的关卡 也都是主人公生活的环境中合理存在的 比如女儿房间的玩具城堡 雪景水晶球等 双人成型大体的游玩过程轻松愉快 日趣十足 玩法多样的同时又紧握密鼓 有着良好的节奏 说是近年类最优秀的双人合作游戏也不为过 以上就是本期推荐的双人游戏了 希望大家栖息摆脱单身 情侣感情升温 既有情意加深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游戏资讯 评测体验 就请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